如果美股想長線收集,現在可否入手呢? 還是要看訊號,讓它入市比較好呢? 它自己就說想買長線的話,太陽能,TESA這些可不可以呢? 還是買Apple,Microsoft這類好一點呢? 如果你這樣算,其實你說的這些都是很值得去收集的 譬如有些人會去做標指的ETF,如果你說有沒有機會呢? 都是好像剛才看兩個,假設是BOO,兩個前頂,就是362.84 6月底的高位,還有就是6月頭的高位,就是380,370,4 你如果真的想去博,起碼分入,然後每個就去加注 但是整體上都很明顯,你說走勢很明顯就還未轉好 我想暫時屋都還未住,又是,如果你說長線更加不用急 你長線就更加不會看著,明天升了,沒有買到 因為不會一下子爆上去,其實如果真的見底的話 所以更加是可以耐心等待和觀察機會 例如你說買些什麼,其實剛才你說的幾樣都挺值得拿的 甚至如果太陽能,EMX還是偏無,相對起其他股份是偏強的 因為現在始終能源都是一個,大家很投資市場關注的辦法 尤其是可能前陣子去到因為通脹,去到加上俄污的情況 是需要有去找傳統資源以外的一些替代 變成現在很多國家都是特別著力就是太陽能 因為如果你說對比風電,即是叫做Green Energy裡面 太陽能是發生得比較成熟的 所以應該都會是一個重點,還有核能 核能就沒有什麼很大的標的,之前有炒過一輪Uranium 但是比較小的那些,都是比較會短線動更大 所以譬如EMX這些,如果你說要去選擇的話 其實它還可以的,如果你看到中長線 其實它站在五月底都可以的 這些就是相對比較可以拿的 如果你要買入訊號,也有的 即是六月二十七號的高位,二百一十個日 其他呢,但它也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繼續殺估值來說 這些都是高估值的股份 所以它都有一齊收押,即是沒有爆上去 就算在整個軟危機裡面,它就沒有那麼爆上去 反而傳統資源,因為那些PE沒有那麼高 那時候就爆得厲害 那它沒有爆上去,所以都沒有跌下來 其實就是沒有什麼怎麼動 如果你用一個比較長一點的角度 至於其他Tesla,Apple,Microsoft 這些其實全部都是好值得吸納的 即是如果有些人是會有留過底的話 你是留這些,即是你預期有些調整 這些都是你要選一些東西留 真的要留的話,這些會是比較值得留一點的 但當然了,又是整個down trend完成了 都還沒有轉好,而且都是在一個 雖然現在有些說法,說著美股會不會去到 加息加到經濟好衰退了 好衰退又要減衰退了 好衰退了,那會不會去到武士呢 有些這樣的說法出來 但現在始終我們還是有加息周期的 還有,究竟資金會不會炒到去那裏 又炒房數,因為有時短線上 股票市場和實體的經濟 未必是很直接,長線會是 短線未必,有時會走快一點 但究竟有沒有這樣走呢 那三次就未見到的 又未有去到這樣炒炒 所以都是可以慢慢等機會的 甚至你沒有買,其實更加 好像剛才提到的Tesla 或者ASML這些 好得都是 其實就算這麼大型的科技股 都可以由高位跌到一半 所以你未買,或者你已經剩下不太多貨 你還準備之後買,其實就更加是好的了 那等於是,你可能端一點就廣估一些巴巴 之前300元,現在100元 即是你同樣的錢可以買多了三倍 那等於你現在,你同樣的錢可以買多一倍 如果你跌了一半的話 所以是可以等待一個機會 那有些人,譬如如果你說真的有些 我很少做月工的 NPF已經被迫了這件事 那雖然那個金額不大 NPF始終到 就叫做那裡有一點點 那我就不會說太快去馬上入場 寧願等整個轉勢是真的明顯一點 小孩 大夫姐 大夫人 寧願等先說太快 大夫人 還有不行 你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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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孩